短厉害点啊 再让我吃出坏的人 饶不了你们 香 你干什么 你们两个下去吧 以后不用替他使唤 是 是 你看看 冤法三章 第一 房间必须整洁 不许一天到晚刻瓜子 我这不是在外面吗 第二 不许调戏丫鬟 第三 凡事自己动手 不许让人伺候 我说闺女 不是爹说你 我这刚来徐府 是不是 得在丫鬟们面前树立威胁 你这 你这三条 这不打我脸的吗 这里是徐府 又不是夏府 而且你只是来借宿的 你要是做不到就赶紧走吧 说什么呢你 我是你爹 你是我爹 有你这么当爹的吗 自己欠一批付债 还有我来帮你还 那负债子偿 天天地义吗 负债子偿 瞅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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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 都是一家人 别吵了 饭子好了 进去吃吧 嗯 死人 吃不过你那自己做去 尝尝这个 这个清淡 尝尝这个 哪有男的跟你说家态的 前几我告诉你 在这种场合 女子都不能上桌 你们大度让她上桌也就罢了 但也不能反过来自我她呀 我不吃心了吧 女兵 地有心不吃了 老祖宗的传统美德呀 都被这帮兔崽子给丢完了 这么多吃的 都堵不住你的嘴 我吃好了 吃什么 你的手 就珍贴你 吃这个 铁颐 你还给我 你 还 bunlar 不要生气 她的话你不要放在心上 我不会听她的 反正我早就习惯了 以后你不用习惯别人 我来喜欢你 收起你那猥琐的小龙 我害羞喽 你能不能不要 一天到晚杀死瘾多关 我都懂 鬼儿子 你老哈我总就是过来人 感情的事 复杂的很 早老头子就是早老头子 怎会给自己量铁锦 三天不大 屁一样的错 是你啊 吃完饭就回去歇着吧 别到处溜达了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来我们家种地呢 卿家 你看 我有几句心里话 想找贤婿说一说啊 好啊 说 单独说 好了 你就不要在这儿挨死了 快回去吧 回去吧 回去吧 把瓜子皮股清干净啊 回去吧 回去吧 去吧 贤婿啊 你看我这刚来徐府 为父我呢 有几句心里话 想告知于你 你可知 何为礼数 何为尊卑 所谓礼数呢 就是女子的三从四德 什么是三从啊 就是女子卫嫁从妇 出嫁从妇 夫死从子 所以呢 这个夏宇兵你得好好管管 此事我自有主张 您就别管了 我怎么能不管呢 咱们再来说说这个尊卑 什么是尊卑啊 尊敬长辈 你看看你刚才跟你爹怎么说话呢 俗话说得好 百善孝为贤 不管是你爹 还是你夫人他爹 那都是长辈 跟长辈说话没大没小 成何体统 好 我告诉你 他许子言想干嘛就干嘛 不用你教 你在这儿 你去说说说说走吧 玄叙啊 刚才怎么教你呢 女子出嫁从妇 你 你看看 明白 此事呢 我跟宇兵想法一样 我们俩是平等的 没有谁听谁的 你们俩可气死我了 不护尊长 万古不化 不要给他我们走 时风日下 累积不苦 你干嘛呢 在厨房能干啥呀 我给你做芙蓉蛋 你小时候最爱吃的 烫烫烫烫烫烫 快快快快 快尝尝 你给我做饭 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快说 快说 是不是你要做什么坏事 不敢告诉我了 怎么跟你爹说话呢 快快快 来来来 趁热吃 快吃 快吃 闺女儿 爹有件事 不知 当奖不当奖 当奖不当奖 那别说了吧 吃吃 你爹我呀 看到你吃这个蜂蜂蛋 就想到你小时候 你还记不记得你小时候 还有过一个婚约啊 婚约 你和薛木嘛 其实你俩是娃娃亲 这许子言我也看了 不懂礼仪廉耻 肯定没前途 人家薛木就不一样了 你看人家钢盔言下没多久 就当了程府司 这往后还有得生呢 你什么意思啊 爹的意思是 没事多去薛府走动走动 这当官的帮金昌的 天经地义嘛 是不是 而且那个薛府啊 比徐府要七百多了 我 这芙蓉蛋个牙 你自己吃吧 闺女 你先坐坐坐 听爹把话说完 薛木这个人呢 确实 我跟徐子言已经成亲了 而且我跟薛木是表兄妹 你要是再乱点鸳鸯谱 我就跟你断绝妇女关系